大家好,欢迎来到HSK汉语课堂,我是陆云 from Peking University,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汉语。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教育,特别是教育孩子的方法。 好,来看要学习的词。教育,批评,鼓励,表扬,活泼,讨论,放松,怀疑,害羞,表示,祝贺。 好,我们先来学习这些词。 批评。 在教育孩子时,我们应该少批评,多鼓励。 我们也可以说被谁批评了。 看下一个句子。 我被老师批评了,而他却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我们来看这段话。 在教育孩子时,我们应该少批评,多鼓励。 孩子在受到表扬时,往往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性格也会更活泼,对学习的兴趣也会更大,成绩当然会提高。 在教育孩子时,我们应该少批评,多鼓励。 在教育孩子时,孩子在受到表扬时,往往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性格也会更活泼,对学习的兴趣也会更大,成绩当然会提高。 我们试着一起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应该怎样教育孩子? 答案是,要多鼓励。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词,放松,relaxed。 我必须运动一下,放松,放松。 我们也可以说,放松心情,relaxed one's mind。 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 我们来学这段话,小组讨论教学,不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愉快的学习环境。 学生只有在这样放松的环境下,才敢想,敢说,敢做,敢怀疑,不容易害羞。 好,我们再读一遍。 小组讨论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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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愉快的学习环境。 学生只有在这样放松的环境下,才敢想,敢说,敢做,敢怀疑,不容易害羞。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在这里需要大家注意,在什么下,在什么下,比如,学生只有在这样放松的环境下,这个表示on the condition of,才敢想,敢说,敢做,敢怀疑。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他的帮助下,我的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 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小组讨论教学,使学生A,更诚实。 B,更有信心。 C,不重视知识。 D,学会放弃。 答案应该是B,更有信心。 好,我们下面来听一段话。 在听的时候请注意,说话人最可能是谁,还有这段话最可能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今天,你们终于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习任务,马上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表示祝贺。 祝你们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 也希望你们以后有时间多回学校来看看。 四十四 说话人最可能是谁? 四十五。 这段话最可能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刚才我们听到表示祝贺。 Congratulations! 我们经常可以说,向谁表示祝贺? 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表示祝贺。 好,我们再听一遍,请注意表示祝贺。 比四十四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今天,你们终于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习任务,马上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表示祝贺。 祝你们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 也希望你们以后有时间多回学校来看看。 四十四 说话人最可能是谁? 四十五 这段话最可能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说话人可能是校长。 这段话最可能在什么时候说的? 是校长。 畢业。 你答对了吗? 今天的词和语法点就学完了。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教育。 教育。 批评。 鼓励。 表扬。 活泼。 讨论。 讨论。 放松。 怀疑。 害羞。 表示。 祝贺。 那什么是教育孩子的好方法呢? 希望你帮助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再见。 下次课见。 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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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